常言期第十一周星期二 爱仇的真谛 公读圣马豆福音第五章 四十三到四十八节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一向听说过 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 我却对你们说 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 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 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 因为他使太阳上升 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补义的人 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 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 税里不是也这样做吗 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 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 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 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 如同你们的天赋 是成全的一样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 亲爱你的亲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 这句话呀 与昨天我们看的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类似 其实这两句话的原始目的 应该都是为了维护生命的权益 他们的问题出在后面 那么之所以在后面出问题 是因为人有问题 那么人有什么问题呢 原罪的问题 在咱们的分享中啊 我常常提到原罪 是因为假如不提及原罪 或者说我们否定原罪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无法讨论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同意的平台上 那这同意的平台就是 人人都染上了原罪 所以啊 咱们在讨论下面的问题是 不能忽略这一点 那么这一点告诉我们什么呢 首先呢 原罪之后 我们这个世界是在罪恶的笼罩之下 人性是受伤的人性 因此我们的一切 也都在罪恶的这个笼罩之下 可以这样说 我们的世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 我们人所建立的一切是如此 无论正义和平爱情等等 也都是受伤的 所谓受伤 或者是分裂的 或者是本身就有欠缺 分裂的就是 我们讲的很美好 憧憬的很美好 而我们的行为 给我们所想所讲所说的 完全不一样 是两个 受伤的就是 我们打不到 甚至本身我们的思想就有问题 我们的正义 我们对正义的理解 和平的理解 爱情的理解 本身就有欠缺 比如说什么是爱 很多时候我们把虐爱 或者说把逆爱当成爱 这就是受伤 所以我们人性受伤了 所以我们人所建立的一切 自然也是受伤的 比如说这一句 应当爱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 那么这一句话的原始含义 应该是 为了保护生命 尊重生命 所以我们要既恶如仇 这里这爱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 它应该是同一个意思 都是为了爱 爱什么 爱你的近人 那么就要为你的近人报仇 那这一句话 其实是对一个 人类原始的部落 特别是在最初人类 它从一个小群体开始 比如一个小家族 小家庭开始 这个家庭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那第一个要务 它首先要保证 生命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这个生命得活下来 那么这个生命 面对着别的生命 来侵犯我生命的权利 杀戮我的时候 那我最初 我只能利用这个 一报直报 就是说 我要这个恨你的仇人 表示就是 有报仇的权利 有报仇的权利 这在旧约 因为生命是第一的 爱护生命和捍卫生命的尊严 是每一个生命的 基本权利和义务 所以这里的这个 恨你的仇人 这一句呀 这个恨 不是光仇恨的意思 这个恨 其实就是爱 是为了爱你的近人 而恨你的仇人 为什么要恨 得保护 其实这里这个 当然它是不太完善的 旧约要迈向新约 所以这里恨和爱 应该是同一个意思才行 这是在新约的光照之下 福音的光照之下 我们看 那么这个爱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 这句话可以说慢慢变了 在最初的时候 我们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 可是到后来 就只有近人 没有仇人 也就是仇人就不是人 只有近人才是人 也就是说人 思想开始变狭窄 就是说只有我的人是人 别的人就不是人 另外呢 我们还会被仇恨所捆绑 就是这个恨你的仇人 真的就变成了仇恨了 当然这个爱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 它也可以文明高贵的姿态出现 那就是有仇不报 非君子 复仇不报 那不共戴天 就是说这个人类的历史 它有一种原罪之后 就是说人能够一假乱真 把不美的东西 给他披上美丽的外衣 你比如说报仇 他能把它变成一个美的 就是作为一个男子 如果不报仇 那是不是人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也都 很多个本来不太好的 但是人可以给他加上个衣服 变成了人都追求的 比如保家卫国 那保家卫国是对的 但是有时候保家卫国 后面变成什么 变成杀戮了 恨不能吃葫芦肉 匈奴血 这个葫芦肉匈奴血 那葫芦那个匈奴是谁 那也是人呢 是不是 所以有些比如政治色彩的诗词 诗句 要怎么去解读它才行 如果不解读不对了 比如满江湖 那解读不对了 那就是古铃铃铃铃铃 今天的年轻人都是杀戮吧 报仇吧 这世界不完了就 所以爱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 一旦披上了政治的衣服了 什么是政治的衣服 非我族类 七心彼 那就是说 这个非我族类 就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 那就是蚂蚁荣底 那就是鬼子 所以结论是 我们要爱的只有近人 对于外人 有一心者 至少要小心 那必要是还要先下手为强 为什么 因为根据经验 后下手遭殃 所以人类就被捆绑在这里了 那么这里我们就要问了 为什么起初好好的现在变成这样呢 那答案上面已经说了 就是原罪 原罪是因为我们的人性受到了伤害 人性受制于私欲偏情 那就是骄傲嫉妒 迷色愤怒 贪婪 简单说 人被自私怀疑 被这个所捆 被仇恨所捆到 虽然人性还有些美丽的光滑 但是这些美丽 远远比不上私欲偏情 强壮猛烈 所以人类历史 真的可以这样说 要不是有天主暗中的保护 咱不知道灭亡了多少次了 那么天主的保护呢 以公开让我们看得见的保护 就是天主将他的保护 对人类的保护 向以色列子民歧视 说以色列子民所歧视的天主 歧视也是 告诉别的民族 天主也在你们的民族中 也在爱着你们 所以圣经就是 天主爱着世界的一个歧视 歧视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 你们一向听说过 我却对你们说 耶稣来不断的改善 耶稣要创造 要纠正这个世界 所以你们一向听说过 这个一向 一方面代表旧约 但是这个旧约 其实大部分也代表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代表这个世界的声音 世界还得说是美好的声音 也代表这个 你们一向听说过 或者说代表人性的声音 但是主耶稣却说 也就是天主现在说 天主的话成全人的话 那成全就是净化 医治 补充了 纠正了等等 这就是天主的创造 那么我们就去看一下 耶稣怎么创造我们人类 耶稣如何成全 爱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 这句话 那就是我们把下面的 耶稣的话看一下 我却对你们说 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 当为迫害你们的人 祈祷 好使你们成为 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 因为他是太阳上升 光照恶人 也光照善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主耶稣一句话 就否定了仇恨 否定了这个 一定要杀 杀戮仇恨 耶稣一句话 不许报仇 我就记着我们教友们 特别是咱们老教友 在临终的时候 神父给住临终的时候 都要问着一个问题 有仇人吗 所以你知道 报仇是什么意思 首先仇恨是 走到你的思想里 这个魔鬼很厉害 这个世界很厉害 就是说 他把一个不好的东西 变成一个好的 就是从小 一个年轻人 就认为报仇是对的 我应该报仇 应该报仇 那他觉得 如果不报仇 我就枉为人 那么现在耶稣一句话 不应该报仇 就是说 小千在思想上 思想上 把那个仇恨 瓦解了 那为什么一个人 会有仇恨 首先是因为思想里 有仇恨 你的思想里 记着 计较 你的思想里 有仇恨 才让你久久 不能释怀 所以首先 耶稣一句话 不要报仇 所以今天 你看有多少教育 就是虽然 亲力又不满 但是耶稣的福音 告诉我们 不要报仇 虽然我还打不到 说爱仇人 那个 但首先一个 我不能报仇 所以这就是 耶稣第一句 不但报仇 不但不能报仇 还要为迫害 你们的人祈祷 就是爱仇人 好使你们成为 待天之父的子女 也就是说 爱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 其实必须都是爱 所以丢掉了爱 或一半的爱 或一半的恨 是无法共存的 其次呢 好使你们成为 待天之父的子女 他是太阳上升 光照恶人 也光照善人 这一句告诉我们什么 基督徒是没有仇人的 没有敌人 我们都是天父的子女 彼此都是兄弟姐妹 虽然我们彼此都有软弱 彼此都有伤害 都有罪过 但是我们是一家人 是仇恨罪过 把我们分开 那么我们只有爱 让我们重新团聚 这爱就是天父的爱 也只有天父的爱 我们才是兄弟姐妹 那么 我们看第二句 你们若只爱 那爱你们的人 你们有什么赏报呢 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 你们若只问后 你们的弟兄 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 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 那这句圣言 是对基督徒的激励和鞭策 基督徒是什么 是天主拣选的 天主给你们特殊的恩宠 让你们活出一份 与众不同爱的见证 成为世界的眼光 成灯 因此基督徒 你不能以世子标志 要求你 要福音 来激励我们的生活 所以大家牢记这句话 如果你只爱那爱你们的人 又有什么赏报 税吏也能做 外邦人都能这样做 如果你只问候 你的弟兄 你做了什么特别的 所以咱们每一个人 都闷心自问 这话不是就在说 我们的教友吗 我再说那一句话 在旧约圣经也说过 以色列呀 在你们当中所发生的事 在外交人当中都没有发生过 那今天这句话 也可以在咱们教友当中发生 咱们基督徒 好多个基督徒身上 远远往下 比不上外交人 那耶稣照教你 还有什么用啊 耶稣照教你 实际上你成为 照耀别人的光 成为别人的世界的眼 而你现在成了什么 没味的眼 或者说不发光的灯 那起不到作用了 那么基督徒用什么发光 就是你们的善心 所以耶稣说 如果你们只做了这个 你做了有什么特别的 别人都能做啊 有一个教友对一个神父说 这个神父说 我今天做了这个了 明天做这个 这个教友就说了 你做了只不过是该做的 并且该做的你都没做到 人家有什么特别的 一般人都能做到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 不能以这样的标准 第一标准要求自己 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 跟随耶稣啊 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 路同天父是成全的 基督徒修得成圣 是无止境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目标 是天父的圣洁 也只有天父的圣洁 作为基督徒的目标 我们才能日进于善 这就是爱仇的真谛 好 最后让我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果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你这个词 一会儿 你年轻的